女老师让大家用因为所以造个句 倒数第一的男同学却抢着第一个回答 虽然这影的班里所有人哄堂大笑 但怀孕八个月的语文老师听后脸都黑了 一脚就将男孩送出了教室 午睡时间别的学生都在认真睡觉 而他却偷偷跑到图书室偷老师没收的书 男孩叫八王超过 因为他的爸爸姓八妈妈姓王 这个名字寓意着他干啥都要超过别人 可除了调皮捣蛋 他样样都没能超过别人 每次考试都是稳居倒数第一 对于老师的提问他更是一头雾水 虽然他经常被老师安排到垃圾桶罚站 但他的检讨书却写的是有模有样 放学后别的学生们都回家吃饭 而他却偷偷跑到了河里冲凉 结果却被老师回家时发现 老师二话不说就将他衣服悄悄拿走 惩罚他用草挡住回家 学校旁边有棵大树 八王超过将它当作一个好地方 他经常往树上藏一些课外书爬到树上偷偷看 然而有一天同学们也都发现了这个好地方 为了将别人赶走 聪明的八王超过说 同学们听后纷纷不敢多呆赶紧四散而逃 这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老师 正是因为这个老师的到来 深深地影响了八王超过的一声 女同学听到后顿时无语了 就是一个这样班里最调皮捣蛋的孩子 新来的美女老师却十分器重她 让他当起了班里的课外书管理员 午睡期间 所有同学们都在教室呼呼大睡 看着新来的粉体老师走了进来 八王超过二话不说就故意摔到地上 吸引粉体老师的注意 果不其然粉体老师看他可怜 带着八王超过来到了他的房间 让他躺在自己床上睡觉 乃至他这一觉竟然睡到了大下午 校长见到八王超过不在教室后 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这样 八王超过便被校长拽了起来 可尽管他被校长修理了一顿 但他却感觉非常值 这天八王超过看到粉体老师的桌子不稳 立马冲回家让木匠父亲聚了一袋子木头回来 为了感谢八王超过 粉体老师奖励了他一颗泡泡糖 之后的日子里 粉体老师和八王超过似乎成了最好的朋友 八王超过还特意把老师带到了自己的好地方去玩 本以为这样幸福的日子会持续下去 然而有一天 校长却召集了所有班级的学习委员召开了一场大会 那就是学校马上就要进行考试了 得知要进行考试后 八王超过立马藏在自己的好地方 把小超一一写在了自己的身上 没想到这一幕却被粉体老师当场逮住 你可以考试不及格 但是你不能作弊 你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 这件事情让八王超过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于是将自己的小超一一洗掉 等到次日粉体老师进行兼考试 八王超过立马露出胳膊证明自己的心脉 粉体老师见到后会心一笑 让老师万万没想到的是 等到考试成绩下来之后 八王超过竟然考了73分 这是八王超过第一次考及格 可就当学校召开表扬大会的时候 八王超过却没有收到任何表扬 粉体老师为了让八王超过保持上进心 干脆直接用心脉的口红 给他写了一份特殊的奖状 为了激励班里的倒数第一考了73分 老师特意为他用口红写了一份特殊的奖状 因为这是八王超过人生当中第一次考及格 为此老师还特意在班里 为八王超过举办了一场颁奖典礼 最后还专门为八王超过进行了拍照留念 回到家后 八王超过立马让妈妈将奖状贴在了自己的床头上 看着这份特殊的奖状 八王超过立志要考更多更多的奖状 不辜负粉体老师对自己的期望 次日八王超过趁着午睡时 特意溜出教室冲到了粉体老师的房间 想要对粉体老师说一句谢谢 不料他刚走进去 粉体老师就带着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进来 吓得八王超过赶紧躲到了床底下 他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看到粉体老师垫起了脚尖 八王超过担心老师累 直接贴心地给他垫上了几块木板 回到教室后 八王超过根本就没有心思听课 自己打扮成了那个男人的装扮 并且拿家里的胶水给自己沾了一个发型 可就当八王超过来到教室后 却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粉体老师看到八王超过后 让他一会带他去好地方玩 没想到粉体老师把那个男人也带了过来 甚至那个男人还玩起了他的鞦韆 为了惩罚一下那个男人 八王超过故意将树上的绳子划破 哪只粉体老师却坐了上去 结果很快绳子就断了 殊不知正是因为如此 粉体老师便住进了医院 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实习生涯 父亲得知八王超过在学校闯了祸后 拿出电锯就打算锯断那棵大树 尽管八王超过爬到树上死死地抱住大树 但他最终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好地方 自从粉体老师离开学校后 八王超过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调皮捣蛋 他立志要成为粉体老师希望的三好学生 不久后 八王超过收到了出院的粉体老师寄来的书信 上面写着他对八王超过的思念和期望 故事的最后 八王超过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那个好地方 而是在那棵被锯掉的大树下 深深埋下了又一颗种子 他认为终究有一天那颗种子会生根发芽 变成一个新的好地方 八王超过把他的童年深深埋在树下 开始安心上学 这就是一份独属于他的成长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